我覺得那位協的講話我贊成 他講就是說 正面的力量還是在主流 這是正確的 就是說台灣的兩岸的問題 一直在搖這個船 把它往壞的方向帶來 就是民進黨的一些當群的這些獨派 他們就在製造這些問題 大部分的台灣的老百姓 基本上是希望兩岸和平相處 兩岸加強互惠的這種交流合作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我是認同 正面的力量還是在 大陸網民有一些過激的反應 不過這個不會是常態 因為說實話兩岸都中國人 和這個同樣的講同樣的話 過同樣的習俗 過同樣的節 信仰 同樣的精神信仰 這個是幾千年打出來的根基 所以不會是說 製造仇恨 仇恨就會真正那麼容易被製造出來 那我覺得有些是假象 有些是短暫的 那長期的話 我覺得正面力量還是主流 那只是說 就是說怎麼樣推進 我覺得就國台變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責任也蠻大的 就是要促進兩岸這個 這種友好 然後互相增進 互相友誼的 這種認識的這種交流 我覺得他們做的工作做的 也算是很到位 那麼大陸是臺班系統也是很大的一個系統 那我覺得過去他們幾十年這個努力 其實你要去過大陸 都發覺他們真的是真誠一對 對臺灣去訪問的 那各方面他們都是做的很到位 那這種希望這個好兩岸好這個走向兵凶站圍 或者好一定要怎麼講的 一定要互相這個好插著腰好 互相來這個對陣的好 我覺得它永遠都是只是一時的 少部分的 那是我覺得是台獨的這些在散動散動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一次的兩岸的這個 就是金門的事件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出來 大陸他們有做大的舉動 對不對 你現在受害了死亡的兩個漁民 屍體都沒有讓人家拿回去啊 對不對 然後家屬 你事實上是什麼樣 這一個案子的談判 大陸的四點要求 那個管碧林已經完全他否定了 你要這個談判怎麼進行下去 所以這個事情還會後續發展 可是我覺得 他還不到一個怎麼樣 讓兩岸真正全面對決的 那只是說大陸一些 我覺得一些戰術啊 那他會改變 戰略的話 那習近平昨天也講了嘛 就是說和平統一的大方向 是不會輕易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大陸這種態度 其實是正面的 我覺得是比較正面的 那對於兩岸的這個 長久的關係 因為很多事情不是依舊可及的 還是需要時間 還是需要不斷的耕耘 我覺得大陸的這個主管的官員 有這種看法 其實是應該蠻正確的 這個講法是有點像 他自己也加入了TikTok對不對 那雖然有人建議他對TikTok 是懷疑的 調查啊什麼還有有些美國的公務機構不能用啊這些 可是你看他這個表態的話 我覺得就俗堪玩味了 所以這個應該現在是 不曉得是共和黨為主呢 應該這種議案可能還是共和黨為主 聽說還是那個蓋拉格他們 他們在幕後推動的 對那所以就是共和黨在推的 所以民主黨會不會完全支持 不知道 那所以我認為他現在 Johnson這麼快 他把它排上議程的話 可能就是共和黨對這個案子 已經有共識了 他們想快馬加鞭 想快馬加鞭 速戰速決 對啊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眾議院通過以後還有參議院 參議院通過以後呢 你成為法院 參議院通過以後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總統 拜登他批不批准的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還有一點發展的空間 現在就很難判定他能夠有 有什麼樣最後的結果 是 那這個裡面最主要就是說 他裡面上次我們提過了 他裡面有數百萬美國的這些 這些人在裡面賺錢 有時候他用這個TikTok 他製作的短視頻在裡面賺錢的 所以有很多整個 你把它關了 或者出了什麼狀況 這些人的實際利益受影響 那更不要說年輕人很依賴這個TikTok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說 看他的這個TikTok 他找到的公關 政治公關給他用什麼方法 這個在美國這種政治鬥爭 有關法案的政治鬥爭 還有法律鬥爭 他是很專業的 因為TikTok真的想保住 這個美國分公司的話 那他要找最好的這個政治公關 跟這些法律師事務所 來幫他打這個案子 那有可能 因為這個在美國已經深入這麼多 家家戶戶千家萬戶 年輕人這麼依賴這麼深的 我覺得他這個談判或者對抗的這個 這個本錢應該是很足夠的 那在美國就用美國的方式 其實他這個呼籲年輕人打爆 其實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就是說 美國也有很多什麼這些 言論自由啊 還有就是說 媒體的這種自由啊 那這種是不是把美國的政治手 伸到這個媒體的自由 傳播言論表達自由 其實都是他有訴求的 那他這個裡面就需要 有好的政治公關 跟法律顧問來幫他打這個 我想他第一招出的並不差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怎麼樣 一個政治議題 來遊說這些美國的國會議員 最近也很奇怪 在大陸網站上看到 好多農夫山泉的東西 說農夫山泉的這個老闆的兒子 已經做美國人了 甚至他的那個 被出征了 他的那個Label 上面那個塔 那個塔是日本的塔 不是中國的塔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農夫山泉的 股權的大秘密啊好多 那我覺得應該是有計畫 有系統的針對他 對 那甚至他鎖定一些這個山泉 被這個清華大學農夫山泉 還有這個什麼莫言 那這三個 我覺得都是有系統的 其實不是那麼單純的 因為對農夫山泉的 這是有一點撲天蓋地啊 我覺得 而且他很快就到處流傳 而且他裡面他這個梗圖啊 他的文章啊 都不是一般泛泛泛泛的一些論述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 不曉得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網路上的東西很多是 他很快可以造成一股風潮 對不對 大陸應該他應該要成立 專門的單位來調查 這後面 這個台灣也有啊 對 後面的黑手是什麼 我覺得不是一個單純的 好群眾自發的 那莫言惹 莫言惹惹惹啊 他聲望很高的啊 對不對 那突然他就變成一個打擊目標 那清華大學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 因為不在美國實體制裁 中國大學名單上 他就變成三害之一 那你要看清華大學的這個大部分的學生 人家都以為北大清華的大部分的學生 都跑到國外去了 事實上並不是如此 清華大學的學生留在中國大陸 在各行各業裡面 那在基層爬起來的人大有人在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都是 我覺得都是想要在一個社會裡面 製造一些問題製造一些對立製造一些傳播散佈這種仇恨 然後散佈這種 這個內鬥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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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出 才會有這種才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我覺得光農夫三全我就覺得 哇這是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打法 其實說穿了我覺得這還是一種自私的心理吧 他們說這個一下放寬這個醫學院學生的這個人數 會降低醫療的品質 你相信嗎 我覺得這個這個做法各地都有 我們台灣也有 這個叫醫學院學生總量管制 台灣一樣 那因為我以前在辦一個案子 我們希望那個時候我們 後來我們把很多友邦的這些學生到台灣來學 學這個學醫 學醫的 給他學事後四年給他一個醫師的執照 那當然我們也不准他們在台灣考醫師執照 他一定要回國 你就知道其實醫生這個職業 事實上他不希望人數太多了 那這個東西的話 為什麼如此 我也搞不太清楚 不過就是說韓國很多 包括教授還有一些醫學院教授他也反對 他說你給我一下增加兩三千個學生的名額 然後我們這個醫學的品質無法保持 那這裡面反對最激烈的是那八千多的實習醫生 因為他們是最fresh的 他會覺得我以前考得這麼難 對不對 那現在你一下就給我放那麼多 對不對 那這個醫生說實話 醫療來講 隨著你的社會的這個老齡化 還有你的富裕的話 人對醫療服務的要求是不斷提高的 那你醫師的相對的這些 他的這些人數也是也是需要 那問題問題是很多國家都有 所謂的醫學院學生 這個人格這個人數限制 現在韓國就是這樣 他放的太快了 一放放了兩千多出來 那既有的這些已經實習醫生 甚至其他醫生都不贊成 所以他們就用罷工 那罷工罷到什麼程度 有些醫院甚至連 這個病床也只剩下三層 能夠開放 這個比較嚴重的地方 那有些地方就是說 那那個手術也要延期 所以是蠻嚴重的 可是呢 儘管是這個尹錫悦 他是檢察官出身 法官出身 嚴刑訓法要判刑的 吊銷你醫療執照 可是目前醫生 醫界還是沒有怎麼講 還是沒有後退 你不動搖啊 所以就卡在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說 很多事情你要改革 只能說你不要改得太快 你一下開放了兩千三千名額 那前兩屆考的時候 他考的時候覺得 我能考上我多光榮 後面一看 現在放這麼容易考 你說前面的人會不會覺得 心理上不平衡 是 所以我很多次 除了實際利益的話 還有一些心理的不平衡 然後改革 像這種隱習樂士的這種開放 事實上就是會造成困難 它已經造成很多問題了 現在又開 又在韓國又捅出這個馬蜂窩 對 那對得起韓國 那些需要醫療照顧的老百姓嗎 所以 我覺得一個領導人物 還有一個政府 這個太外行 然後呢 不夠格 就會搞出這種問題出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